明天不知 成娘子 成娘子 你太荒唐了 怎敢在皇后身上踩踏呢 我在给皇后开背呢 皇后说她要背不适 此方法可以放松金库 让其不是你在一处 您问皇后可有好些 确实松快许多 想不到少商君还有此等本事 放轻松 少商妹妹改日也教教我 我也写上一写 店外是谁在喧唤 一听就是文秀君 不知为何而来 哪个文秀君 皇后的丛表妹文秀君 你就是那承家娘子吧 生的容貌倒是好 就是靠这姿色诱惑紫胜的吧 你这小女娘 进长秋空才几日 却保皇后 这一套巨人门外的做派 学得好好的 少商 有些女人 也真是悲哀呀 夫君无碍 儿子无能 儿媳无良 生个女娘 还处处无德 只能把自己这一腔的慈爱 用在个外人身上 我都不不仅仅能够 我都不仅仅能够 我都不仅仅能够 我们乾王一脉 为了盛上当年的基业 死的就只剩下 这么一根毒苗王 这些个小事 我想皇后也不会不答应的 朝堂之事 于向来是不过问的 妹妹找错人了 什么不过问 你可记得 当年我们乾王一族 对你的恩典吗 你阿父死了 是我家收养的你 妹妹慎言 什么慎言 你才慎言呢 我以前不跟你计较 你还真以为 身为一国之母 就这么厉害吗 当年你们母女姐弟 依附在我家生活 我待你不饱啊 好吃的 好穿的 我都分你一半 我阿父母 还把你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人血狼血 都给你挑最好的 未知帝王 这你都忘了吗 就附带我们的身恩厚德 于永世不敢忙 可是我阿父他死了 他死了 家将不娶 死的死 散的散 他生前失礼 如山崩塌 我也只剩下一个右弟 还被肾上 立做个活招谱 现在活着 就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为了就是不让世人 说圣上是个管医恩厅之人 淳娘子 还有你 你也是个万福一之人 阿母 阿母 少少 你的手受伤了 快让孙医官过来看看 别装无所要了 皇后要请医官是吧 好啊 不妨打开殿门 喊给所有的人听听 让公围人人看看 这义工之主 到底藏匿着多少肮脏事 你是真不知道 皇后为什么要紧逼殿门 不让所有人进来吗 少少 你以为皇后是怕你吗 她是护着你 让你刚才说的那些 风言风语有半句流露出去 你与你的子女 能得善终吗 屈屈一死 难道我文修君会怕吗 你不怕死你来什么 长丘狗 你只管去找圣上 去理论 去寻死 何必来为难我家皇后 好个牙剪嘴绿的小女 果然是那数字 重义的货色 你们的心倒往一出世 我并不怕死 圣上也不会让我死 我只是想来看看 咱们尊贵的皇后 是否忘记了吴父的恩情 诗恩不图回报 连我这种粗鄙小人 都明白的道理 文修君竟然不知 也不知道当初 秦安老王爷 救助妹妹一家的时候 可曾想过日后要回报 这秦安老王爷也真是的 为何不让自己的 亲生女儿嫁给婶子 也对 当时也无法预料 谁会居民天下 自然不能将亲生女儿 嫁给婶上 你居然敢成父于我 大夫 少少不得无礼 不不 不是这样的 五海大夫与圣上是同风 原来如此 所以你与圣上 是同个大夫的堂兄妹 你自然是不能成婚 不是秦安老王爷偏爱皇后 而是因为你嫁不了圣上 才将皇后嫁给圣上 此事的皇后一点都没亲 薛辰 你就这么看着她 如此地瞧讽我 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 话是我说的 若你觉得我说的实话冒人的 那实为大错 我这个人 仇闭不堪 整个都城都是知道的 文秀君大人有大量 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 陈少少 你以为你是何人 就连你的夫君 他也不过是个被羞弃的 疯癫之父做生 虽然自幼在宫中教练 他还当他自己是真皇子 子慎的功继荣耀 那是在战场上 凭真刀真枪自己得来的 并非是圣上的偏爱 总比某些人好 抱着老千安王的功继不放 在长丘宫里撒饮 大胆 你不过是个 才进宫灵训几日的小女娘 宫中的规矩一吃半斤 还竟敢来指教我 今日我就让你领教领教 宫中规矩受条 何为天家尊贵 何为庶民卑贱 住手 好 许神安 我阿弟要助弊全你不给 我要教室这个蠢臂 你也拦着 我早就知道 你只是个妄恩负义 手无冲踢之人 你 够了 陛下 请恕且未曾远言之罪 朕安 不必多礼 你有没有事 是才听闻 闻秋军口口声声地提醒皇后 莫要忘了前安老王爷的恩情 可有此事啊 怎么 宣家姑父早亡 胡阿父抚恤寡居的姑母 养育其儿女 莫非这些恩德 我连说都不能忘了 殷情之间 恩情要如何才能算情 早在最初 闻秋军祖父曾离大难 在那时候 全赖宣誓全族鼎立相助 才得以迈过生死难关 此后 前安老王爷在战乱中互助宣誓 此恩也是报恩 这一来二往 难道闻秋军要一提再提吗 陛下 我阿父当年 为救孤城捐取 却有兄弟姐妹几十人 四处离散 只剩下最后一个幼帝 今日我是来求皇后 招服依二 难道这也有错吗 如果你有事要走 为何不曾让彻其当将军 在朝堂之上提奏啊 你选在长秋宫为难皇后 你就是知道皇后 会一再地容忍宽佑你 今日你对皇后不敬 言行欲拒 不失礼数 该当何罪啊 陛下 妾身体不适 今日 就到此为止吧 不行 止不了 让那说 朕看文修军啊 今天是一游未尽啊 朕看文修军可选 是留在此处 听后圣上处罚 还是随在下 听命出宫 帝后当真没白养你 没见过如你这般有眼色的走口 不懂的 还有你那心腹也好得很 处处维护皇后 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 我夫妇二人自然不如文修军 儿女身家的性命 在文修军此处 皆不如小钱安王过得安稳重要 老王爷 才当真是没白养你 如你这般 不懂父母恩情之人 一向冷心冷情 自然无法理解我的作为 当年若非圣上下令我父 池原孤城 他怎会大劫未至便身死 文修军可知 当年老钱安王 为何未接身死 自然知晓 当年小月侯先我父一步 安排人去查探瘴气之事 查探瘴气之人丧身之后 小月侯便告知我父 可惜 我阿父还是想救孤城 冒着风险 带着一队人进了瘴气 最后失去了性命 这都是为了救你救父 我阿父 才孤独惨死在荒难 若阿父还在 这天下路死谁手 还未尝可知呢 文修军 此事怕是另有隐情 我劝你悬崖勒马 莫被人挑唆了去 你此话何意 小月侯与宣誓向来不合 他所言未必属实 你又何必身心不疑 还有 这些年来圣上 对小钱安王已经人至已尽 他手握铜框 定然衣食无忧 我劝你好自为之 莫要偏听 偏心 小月侯当年您不满圣上许皇后 一直是老钱安王为眼中辞 所为那般好心替他贪务 他巴不得宣誓一族全部死过 岳飞 就可作后卫 盯死小月侯 继续查 试试 疼 冯蓬 现在知晓疼疼了 既然怕疼 还敢挡在皇后前面 我若不挡在前面 皇后岂不是受伤了 你闻宵君也真够校长跋扈的 亏皇后还肯忍他 你放心吧 即便你不挡在皇后前面 那朱胎也砸不到皇后 文修君是蠢 但他毕竟是在长丘宫 他自会收敛锋芒 你如果不挡着 他自然会泄了力道 换一个方向 你是在笑我蠢的 随便吧 你要笑偏笑吧 我入宫不久 算知你们这些权贵之人 心中的万万人 少少 以后 别再轻易插手 不该你插手之事 此话何意 文修君是前安王之女 皇后地位显贵 你为什么觉得 她们二人争执 需要你来保护呢 那你为何又觉得 皇后不需要我来保护呢 没错 皇后在你们眼中 尊贵无上 可今日她被文修君 羞辱之事 你与圣上在合处 你为何会觉得 自身强大之人 我们就不需要保护呢 那你呢 少少 自身强大如你 为何就不需要我的保护了 oop 屡龄鸿鼓到 下车吧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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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少商 十五岁时 我曾见过昆仑云海 漂浮在天际与山巅之间 至真至纯 浸透人心 就如同在划线时 你望向我的眼神 我喜欢你与我说话时 无拘无束的模样 总能令我快乐 我还喜欢你不畏惧全世 不畏惧艰难 你要记住 是你先招惹我的 我这人不轻易交付真心 但一旦交付了 便不会再回头 但如果你不能同样地交付真心于我 我宁愿将此心收回 那拾应该怪不耐 喝得 maple 他都应该轻易交付 不光好 那我信念吗 我自己信念 fact 多亏舅父贡献佳绩 那个文修军 果真是个 只知补贴弟弟的蠢货 咱们不过略洒些耳料 他就轻易上钩去铸臂了 我已经买同了他的经手人 到时候这些尾臂 会一滴驾到你我手中 见识你便可以在封地使用它 这样一来 你手头也就能宽裕点了 可私自铸臂造谦 同谋反之罪 旧父不怕 如果这件事情追究起来 有矿山的是守春 铸臂的是小钱安王 这不服不愤的是文修军 咱们最多也就是 勿用尾臂而已 还是旧父想的周道 来 不过你也得警醒一些 你母妃和你三兄的为人 你也是知道的 特别是你母妃 最不喜欢旁人 弄些弯弯绕绕 给他添啰嗦 可恰恰你又是一个 爱显摆的 我可告诉你 如果这件事情 在我们身上露出了马脚 而遭到陛下的处罚 那将会给岳氏 带来巨大的麻烦 旧父执管放心好了 若非长丘宫那位 叩叩叩 非要宫中节省用度 我何至于铤而走险 到处想罚的挣钱吗 哎 还是谨慎些好 三公主 那不是成娘子吗 天都不忍赴我 让她撞到我手中了 站住 大胆 深宫之中 借三公主些不予行礼 三公主 我命你抬头起身了嘛 就随意起身 这些时日 你与母后学习宫中规矩 母后可曾教过你 在宫中 贵人若未命你起 你便不能起 还不跪下 在宫中 对公主皇子不恭不敬 罔顾礼节规矩 该当何罪啊 该当死罪 那便拉下去账责好了 三公主 我与三公主无冤无仇 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你我是无仇员 但我最讨厌 无自知知名之辈 谁能想到 十一郎挑来选去 竟看中你这般货色 你既闯入皇庭 想了不该想的福气 就该承受 是贪心之人当受的罪 来人 拉下去 给我掌嘴 打到林不宜心疼为止 等等 三公主既知道 我未来郎旭是林不宜 我阿父是曲灵侯 我是奉皇后之命 来长丘宫临训 你百般刁难不说 如今还要随意对我动心 当真是不把身上皇后 放在眼中吗 你牙签嘴利得很哪 可惜 今日长丘宫的人都不在 可没人活得住 身子不低 看什么 来人 长嘴 看什么 接着来啊 住手 楚飞可是要拦着我 教训这不守规矩的臣女吗 承娘子入宫 行动规矩说好有母后倾桥 三公主责罚绍上不守规矩 可是说母后没加好 要当供责罚母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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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当供责罚的臣女吗 要当供责罚公主责罚 母后方才还寻规矩 一会儿就是无厌了 怎么还未曾见 承娘子入宫服侍 我总不能回答母后 是三妹觉得母后教导不正 要亲自教授规矩 所以耽误了时辰罢了 冲妃何必急了 我不过是与承娘子 开个玩笑罢了 即使母后需要承娘子 去服侍 那还是赶紧去吧 你放心 此事若告知母后和子圣 定会替你做主 皇后要操之宫内外的事情 太多了 我不想麻烦她 我也不想事事都考虑不已 终将宫里的日子是我自己过 你呀 就是太好强了 三公主仰仗自己 是最受肾上宠儿的岳飞所生 上头又有三皇子 那般能干的轻胸 向来不将我长求宫中人 放在眼中 更何况 三公主自小在小月侯身边教养 便越发囂张跋扈些 三公主也按慕林将军 你也不招认 小的时候 他可瞧不上身子瘦弱的子圣 后来子圣逐渐强壮了 公传名就后 他倒惦记上了 说到底 未必多心爱子圣 无非是贪恋颜色 与权势罢了 子圣刚入宫时 也不招任尊戴 遇到的麻烦是 甚至比你还多先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被人推之河中 险些丧命 幸亏后来太子把他救上来 你可知 子圣那是最喜做什么 他最喜拉着服从宫女 陪自己一桌吃饭 子圣自小 就未曾与家人好好坐下来 吃过一顿团圆饭 我记得小的时候 每年上缘等会他都会去 就那么截然依人 站在灯火阑山处 服侍世间月团圆 人团圆 今天霍将军继承 我与你一同回长袖宫 开席前 咱们还能再说说话 去备马车 是 看起来 这座皇家心腹 也是万分不义之事 其实我知道 宫中乃是非之地 我最好置身事外 但如今 我必须要淌这浑水了 因为我要做他心腹 便就要知晓他是怎样的人 这里是他成长之地 我想 亲自走他曾经走过的路 你这心腹 倒是个感受的小女娘 你这心腹 太子殿下 殿下与子身也在 刚好了 今日佳宴 咱们可一同前去 殿下 臣方才想起 还有几件钥匙未与少商交代 先行一步了 请 请 请 好 我 打 finde 你不是要收回真心了吗 怎么又来找我了 是你出现在东宫被我碰见 并非我主动来找你 好 那我便不出现在林将军面前了 是谁伤的你 小双而已 不碍事的 既然你不肯说 那我就自己去查 双双 还有一件事 你要记住 以后少去东宫 离楚飞也远一些 为何 楚飞没架子 在森阳的皇宫里 也只有待在东宫不受人欺辱 你不过才进宫几日 如何能分辨人 谁人全没架子 谁人全是傍身呢 我虽出身在武将之家 可我的心是肉掌的 除非出身贫寒 和我一样 也不被宫主皇子所喜欢 宫中事物 并非你想得这般简单 人心善恶 也绝非一眼难辨 若没有利益纠葛 自然仍仍此眉善目 但若牵扯到权势 那就身不由己啊 东宫乃是非之地 我不希望你卷入其中 太子妃还说你当年落水 还是太子救的你 你怎能一心就想着自己 燕灰塔之事你忘了吗 此事牵扯极果 若不想被卷入身宫事物 你还是远离些 林子善 你总让我自己 当你是你的心腹 可我如何能够就此远离 我为了你 再学着适应宫廷 因为我知道 你所面对的一切 我之后也会面对 所以 这宫中你所有的曾经 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去了解你 我要知道 我为了郎旭 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你的意思是 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我 不是 我是为了我自己吧 好 好 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 我会保护你 好 还趁见过母妃 我特寻都城中最好首饰匠打造了 一只牡丹国色天香 最趁母妃容貌了 我呀 最后悔当初为了追随圣赏 把你交给你三舅母照顾 把你交给你三舅母照顾 长得如同山野财主一般 就喜欢这些俗不可耐的首饰 你若是有你二子和三兄一半的董事便好 你前些日子不还在愿皇后为了节约开支 令你公主府揭不开锅吗 怎么这会儿并富裕了 难道是你宣誓驸马才没了 母妃可别调侃我 我不过是与人同道做些小生意 赚些小小银钱罢了 连宣家驸马也不知道的 就你捡早不识数的 你还懂得做生意了 都城中酒楼 我凑了些份子 日后经营好分红利 母妃 我如今已经嫁出去了 在宫外有些自己产业 也不为过吧 我不管你所言真假 但我要提醒你一句 莫为了些俗物 损我月事颜面 今日是霍将军继承 下午你父皇清零祭典 你也去奉献殿上磕头吧 是 站住 你就穿这身衣裳过去啊 怪就怪我生你二子时 给他多生了个脑子 轮到生你时 这脑子便不够使了 你穿这身衣裳去祭奠 莫不是 就要连累我们月事全 就跟你一块儿死 来人哪 拿身素色的衣裳 给三公主换上 是 调什么呢 这般出神 见过太子妃 可都准备好了 我在帮激通阿子 将贡品摆放妥当 一会儿一起祭拜 你在长丘宫灵训 自然要帮母后辛苦些 对了 我来送祭司用到的香兰 放在何处 给我收下便好 虎折子我也一起收下了 你方才 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身 我是觉得霍将军 与子慎到时候几分相像 都说外申消救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愧你与子慎情深 一眼便瞧出来了 哪有太子 带太子妃好啊 我听闻朝中大臣 都奏请太子殿下 另取侧妃 太子殿下 都不曾允许 皇兄不答应 并非一与楚妃感情好 全因曾经沧海 故人难忘 楚妃 我说得可对啊 楚妃性子如此沉闷 还穿得如此寒酸 如何能令皇兄心仪呢 三妹还是莫要取笑我了 我忘了 母后要求缩减宫中开支 楚妃母族不过普通农户 缩减用度后恐怕捉襟见肘了吧 能支撑东宫这么久 确实为难你了 这助导用的香丸价值不菲 之前我还怕楚妃凑不起银钱买呢 耽误霍将军祭祀 以我皇兄对楚妃的厌恶 我怕是不会为你编辑 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吗 我呀 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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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起来 你们要压死我吗 来来来来 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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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曾伤长 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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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必无论 未必无看 活儿 未必无论 不可 户修 朕司律师无哉 你却不得入梦 多怪朕当年 没有及时救下孤城 朕 当真是有亏于你呀 直到如今 死人已逝 也就不得为变了 当我们是子孙 日后 要牢记今日之荣耀 是祸事 介意我们的 子深啊 给你舅父磕个头 让他好好看看 你如今的模样 能够你 看着我 你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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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女孩 你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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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霍氏家族上香祭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什么东西 别烧起来 快 快灭火呀 快 快 快 灭火呀 快呀 别愣着 快将三公主的外上脱去 别 别 别偷我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身野鸡群 我让你换也不换 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 给我拖了 你脖子上还带着什么玩意儿 我一定是你 是你在我身上做好手脚 故意害我出丑 今日获释祭奠 谁允许你穿成这样 朕已经是三令无神 在宫中要杜绝赦密之风 一霄殿下 而你呢 怕朕的执意 当成了耳旁风啊 在你的眼里 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啊 父皇恕罪 我本是无心的 今日是我去探望母妃后 才得知祭奠一事 又着急去长丘公府五言 一群已无法更换 所以才不得不用 母妃外袍遮掩的 或是祭奠每年一次 你若不记得 那更是可恨 你身为公主啊 是天下之俸禄 却不曾将建国的恩者 明居于心 着实改大 父皇 三妹此事确实做错了 还请父皇重重责罚 只是此为家事 今日又为霍侯祭奠之日 不便当着霍侯的面 惩罚三妹 令她临下难安 不如回永乐宫中 再做处置 父皇 我表哥宣驸马 一年俸禄不过三百官 三子此身绫络珠宝 怕是不加百金吧 这几日孩儿常看三子 颇为阔绰 有十一日能换三道首饰呢 身为公主裁员不明 可并非区区家世啊 对呀 你倒是说说 你是从何处 获得如此多的财富 我 我 我与人合开九龙所转 这是何处啊 父皇 这是三昧领地 流通的违避 三皇兄 你我义母同胞 你竟告发我 我只知律法有文 皇族子嗣私自助弊 本该就与叛国同罪 你我先是父皇的臣子 然后再是兄妹 你竟敢自解 私入违避呀 建国不过十几载 你 你只想灭烧王国吧 不是我 二臣并不知情啊 母妃 母妃救我 母妃救救儿臣 二臣封离并无狂山 如何出笔 父皇我冤枉啊 父皇 儿臣已经命人拿下了 运送紫笔之人 审问之下已经确定 这些未必 都是寿春所指 寿春是小乾安王的封地 更是老乾安王属下 彭坤统领 那可都是宣家人所为啊 二臣是为他们 连累得不忘 三妹 你莫急着要撇清关系 这些未必 能够流进你的封地 那也是你监管不到 罚你也不远 blow 瑟 子喳啊 你 就和季尊一起去查吧 套讹此事 真是小乾安王所为 那就此 赐回她的宗春怆山吧 父皇 他们驻碧 为何小前安王只是收回矿山 为何不杀了他 就因为他们有恩于皇后宣誓吗 住口 事已至此 你还不思悔改 还妄图忽乱攀扯 来人哪 来人 把他拖出去狠狠地打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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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在校府内藏珠宝红杀 这岳家分明欺人太甚 幸而又承家四娘子 将此事出破 以前还不觉 现在想想 若是能得个如此有仇报仇的少女权 实在过瘾 少主公 如你所料 小岳侯与三公主合谋 引诱文秀军上当 怂恿小前安王 在封地私自驻碧 咱们暗中将消息告知了三皇子 他也果然大赢为亲 可惜圣上依旧打算稀释宁人 只当此事使妇人贪财勿事 不再善就了 擅自驻碧本是死罪 但若此事牵扯三公主 文秀军小岳侯 那圣上为了公平起见 只能轻拿轻放 大事划小 这次我祝老前安王儿女 逃脱死罪 也算是还了她 当年愿舍命救我舅父的恩情吧 圣上明知道以三公主的能力 不足以办出此事 却依旧不追查小岳侯 咱们要是小豆小岳侯 只有让她犯下更大的过错 这小岳侯滑不留守 想让她露出马脚刻不容颜 那文秀军若是有她一半的脑子 前安王一脉也不至今日 她本就是靠着少主公才逃过一劫 却还不消停 你们瞧 今日她又暗中给她的儿子王龙送信 被我们截下了 前安王族 怎堪此辱 使我受传 何能力竟 盼儿出张 以剿匪之功 重立为名 剿得钱财 以资令救 真是蠢活 自己的父亲死得不明不白也不缺察 整日里就只制作这些贴补地利的蠢事 你们就将此信原封不动地送去王龙满里 再向山匪透过信 说圣上剿匪 不胜不归 受主公是想让那王龙被亲 留着王淳父子这两个蠢货在场 迟早获过 就让他们因为此事被罢了 也好过将来犯了大错 家族净灭的好 王龙带人去剿匪 竟然全军被困 子生 这该怎么办呀 我该如何向父皇禀名啊 王龙擅自带兵出张 私自行动 陛下知道后定然会打虑 若想保住其姓名 可令其父王淳辞官 陛下念及前安王情分 也许会饶他一命 可我这外姑父王将军正直壮严 如何能治事啊 子生 要不然悄然带兵出征 解救王龙后归来 这样父皇便不会知晓了 殿下 擅自带兵出征 乃是欺君之罪 可王将军毕竟是我外姑父 殿下 你身为储君 圣上最不喜的便是 你与外戚走动过境 身为天子 可屈群臣 不可为群臣所屈 再者 那王淳本非将才 若非殿下为其谋得职位 他远不配领兵同将 殿下你将来即位 眼中所见心中所想 不能只是一家一族 得是千家万户 非王 非王 秀个嫁妆也能将手刺破 拿着日后 如何作得子圣的心腹啊 皇后 皇后一直向这美颜说你呀 聪慧周全 倘若真将这长秋宫的寿宴 交与你来操办 你这般毛毛躁躁 可操办得了啊 确 确实操办不了 陛下 绍商进宫学规矩不过粤鱼 朱师不懂 拿抵得上济通阿子 八面玲瓏 再说 少商还要听陛下吩咐 日日流出心力 与林将军 花前月下谈情说爱 拿抽得出空子 来置办皇后寿宴这般大事 陛下 你就不要难为少商了 朕就知道你要推脱 明明是你自己知难而退 偏要把这些责任 推脱到朕的身上 好 背回寿宴哪 朕偏要 让你来操办 就不由得你啊 多清闲 陛下 陛下可要三思啊 这宫中如此多的皇子公主 你将皇后这么大寿宴的事情 交与我来做 我怕我实在是做不好 好 道也无妨 日后你嫁于子圣 总要操持府内事务 迎来送往的也是难免 于信你能行 就不必再推脱了 陛下 太子殿下求见 是有 要事 嗯 对 嗯 嗯 母后 好 皇后 你可得跟我好好说说 晚日的千秋宴都是如何办的 这个我可是一窍不脱 也就是跟百官饮酒用膳 只是比平常家宴 多了歌舞琴鹤罢了 他这是善离职首 如今还被贼匪扣了 此等行为你还回护他 皇后 风在我兄弟鸳鸯 你看着如何 皇后 还兵之计 如此红唐变严 你也说得出口吗 威威武王龙准穿过 你是要欺君吗 你身为蜀君 当农哥国事家事 孰亲孰众 任凭在清境之人 若犯国法也能从严除之 你能对你今日求情的为情无恙 堪称得上一个蜀君吗 皇后若担心太子殿下 我可借宋茶之时 偷偷去查看一番 不必了 太子被圣上训斥 也非守次 圣上发过火 过几日就会算了 多怪于教子无方 才会让太子随了鱼的脾性 软弱 寡断 任人为亲 谁说的 皇后是这世上 最温柔体贴的女子 太子殿下便是随了皇后 才这般地得人心善 待日后太子继位 定也是一位宽宏仁厚的明君 若他只是寻常人 于定会为 有如此良善的孩儿骄傲 可他偏贵为储君 他人是天下之主 这便不值得骄傲 主君为何不能良善人的 这是何来的道理 圣上开朝 不过十余年 根基尚且未本 时时刻刻 需要做生杀决断 太子虽宅心仁厚 但未必 是最适合高位人选 若他只是个寻常孩儿 而人 只是个寻常阿牧 那该多好 是 是我无能 父皇说无 任人为情 只知道感情用事 或许 我真的不适合做太子吧 殿下虽为太子 不过也是圣上 跟皇后的孩儿 你不应该以太子的身份 去替王将军求情 不过 你可以以孩儿的身份 去替自己的外兄求情 亲情所致 何罪至有啊 或许 身上会对心慈手软的太子 感到失望 不过作为父亲 又怎会对自己的孩儿 有情有义而感到失望呢 殿下 若真是因此而疏远了 圣上跟皇后 他们才会真的失望 只觉自己 教导失责 多谢陈良子体殿 吴知道了 不过是 朕已经决定了 由太子代掌虎服 参军 许得听他的号令 赐太子虎服 儿臣谢父皇 儿臣定不顾腹 父皇信任 陛下 臣有话要说 臣有话要说 这王淳 纵容棋子王龙 离筑地去剿匪 致大军于险境 陛下 他们这可是 罔顾军令吗 岳侯此言差矣啊 费匪扰名 王龙将军身位守军 自要护以防安宁 替名剿匪 怎么能说成是 枉顾军令呢 我话还没说完 我话还没说完 楼太傅插什么嘴啊 他那是去剿匪吗 据我所知这个王龙 如今已经落入贼匪的陷阱之中 生死 还不知道呢 陛下 王龙将军正因为是身先士卒 才遭此险境 臣不明白 岳侯为何如此地幸灾乐祸呢 什么叫幸灾乐祸 如果是些当年来不及碾碎的草头王吧 这个王龙也是无能 你们评判他的对错有何意义呀 依我看 不如趁机出兵 荡平这些匪寇 也正好填补一下咱们国库的亏空 说得容易 吴大将军要告老樊乡 凌将军即将成婚 谁去剿匪 陛下 臣愿为陛下先锋 先杀了那帮王八高的再说 现在我们在商量怎么给王淳定罪 你就别跟着搅和了 我这怎么是搅和了 我 够了吧 你们倒是说得痛快 该轮到阵来说几句了吧 斩匪作乱 名不聊生 王龙出兵剿匪 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此时他呀贪功冒净 才使这大军陷入险境 施不堪为将 此事 此乃王龙之过 与其父王淳 有何干系呀 从今日起 王龙的兵马 将由他的父亲来接管 其人就地革之 至于狡匪一事 此生啊 臣在 你就和几位将军 共同商议一下 定个策略之后 再出发 太子 儿臣在 虎符已经交托于你了 届时 你将与典将台 亲自派兵遣将 是 父皇终于答应 派兵去就从外凶了 子生 吴司前想后 觉得这虎符在东宫 还是不够安全 不如 还是交给子盛保管吧 是 全身 许多 对 应该会 待会 我 还无法 一样 可以 酒 费 就 只要不将虎服带朱东宫 不会有人胆敢觊遇 臣还有一事不明 圣上之前本打算致罪王将军 不知殿下 是如何说服圣上的 多亏了少长点醒我 昨日我与父皇下棋 聊起幼年琐事 父皇念及过往父子亲情 决定再给王将军一次机会 也给吴一次机会 子胜 你们夫妻二人 真乃是我的父亲 为何一直盯着我又不说话 是你让太子 去跟身上示好的 因为你给太子出谋划策 身上打算放过王家 少少 我叮嘱过你多次 不要插手东宫之事 不要卷入朝中内争 你为何总是拒听 我只是想助皇后解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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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当你是亲兄弟 他们抚养你长大 为何现在圣上不怪皇后太子 你反倒不高兴了 你觉得自己做得很有道理吗 那日文秀军如何胁迫皇后 你又不是没看见 如今圣上不再追究王家 朝中群臣会将怨恨与不满 全部谢于皇后与太子身上 你可知有人始终对东宫之位 虎视眈眈 你所做之事 很有可能帮不了太子 反而会害了他 不仅害他 还有可能牵扯到皇后 你这是把他们架在油锅上碰 这些 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不曾想到这么多 既然不知道 以后就不要再肆意妄为了 双双 我再讲一次与你听 宫中事物 牵一发而动全身 绝不是你想象中那般简单 我看这世上 最不简单的 便就是你了 你总说我不懂 可你从来都没有想让我懂过 你的谋划 你的计算 你的想法 你统统都没有告诉我 我要如何才能避免 我并非不告诉你 是因为这些事 太过于错综复杂 可 可我原本可以不用管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 我原本可以嫁个寻常王序 过寻常日子 什么朝堂 什么宫廷 什么圣上殿下 统统都与我无关 临不一夜 是你拉我进到此局当中的 我与你本就是两方天地之人 起初面对这门轻视之事 我也彷徨过 犹豫过 在我中决定与你在一起 做自己本不喜欢之事迟 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 你的天地太过复杂 我这种蠢奔之人本不该参与 我不是在嘲讽你上山 我只是不希望你涉险 我也是想为你好 胡阿姆从前也总说这话 你们都说是为我好 是因为我不够好 对吗 我当真不知道 如何才能不改变自己 还要令你满意 可我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 不计后果 做事只随自己心意 抱歉令你失望了 少少 今日我自己回去 虎符不见了 是何时的事在何处不见的 殿下为何擅自要将虎符 带出东宫 臣不是早说过 虎符一定要留在东宫吗 吴就是太过担心虎符安危 所以才日夜难免 还时常听见奇怪动静 太子妃说这宫中人多眼杂 不如将这虎符 带给他堂兄孙胜 让他带去子贵别院 吴想着 那好歹是他娘家人 又身兼东宫护卫首领多年 怎么着 也能将此重物看得牢一些 可谁曾想 这半路上就给弄丢了 自上 再过两日 万将军就要带兵交匪 营救王将军 吴要当这百官的面 却导送三军 皆是若拿不出虎符 这该如何是好 殿下总是这样 任用亲友 却存不在一起才得 子生 吴之其为大错 快帮吴想想法子 这接下来 吴该怎么办呀 此事皆因王淳而起 殿下可曾问过他的意思 彻底将军他 他 他病了 病了 那楼太傅呢 他不会也病了吧 那倒没有 楼太傅说此事可大可小 大 无轻乎之责 罔顾父皇重途 无玉下之能 小 无非 无一时不深 使茶弄丢了 此话是个人都会说 应对之策呢 楼太傅让吴去求母后 请母后替吴请罪 父皇爱着母后 必定会法外开的 那殿下以为 此机可行奉 为人子女 不能好好交双父母有就罢了 总不能事事都连内父母 母后是何等清华高贵侍 二十余年来 从未因为私事 向父皇开口过 吾不想因为此事 正如母后的尊严 此事 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子 子慎也来了 你来作甚 契约是担忧此事 你来作为父母 此生是殿下兄弟 又速得父皇信任 他在父皇跟前说上一句 顶得上他人说百句千句 此事你我束手无策 但子慎定然轻而易举 若想解决此事的确不难 只不过 需要楚飞帮殿下的忙 只要能为殿下分忧 切身万死莫辞 楚飞只需向圣上请罪 说此事皆为自身过错 太子受牵连即可 这启飞 齐君 这是眼下唯一的法子 莫非楚飞 不愿意 妾并非不愿意帮殿下 妾只是 你们二郎 怎能出了事情就推卸责任 口口声声 红颜获水 不过就是想让家中女眷 顶罪罢了 你今日不是休目吗 怎么来东宫了 东宫一时 你不便在此 快出去吧 除飞请我来的 除飞请我来的 您为何要让我出去 都是妾的罪过 妾想着 少商深得母后信任 处处为母后排忧劫难 她这般从会懂事 定能为东宫出份力 是以特请她来 平日游创 你真的选择 你也不必为我 装的时候 你也不必为了我 少女军 天色不早 少主公吩咐我们送你回府 林将军呢 少主公被万将军请去 商议增援王将军事宜 去去就会 少女军请吧 之前就有说过背他的 为何还是不背 背了 少主公 怎么包少女军上车呀 没有他的 我们会驱背以供少女军 踩他上车 不必了 你是我送进宫的 别任性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必了 我自己回去 不是 林博 你放手 干什么呀你 林博 你放下来 才这点力气 怎么走回去啊 那我不回去 我回长秋宫 回长秋宫找皇后行了吧 找了 bar 赶索 是我 就 Register 自己这一定要 分身 就意义了 才能con 如此 你先回长秋功好生歇歇 其余的事 交给我 好吗 少女君真是生气还是不胜强 她若是就这半算了 她也就不是她了 叮嘱东宫 尤其是楚妃 有任何异样 即刻告知于我 是 太子妃可见过火蜂模样 这就禁令你 她是 太子妃可见过火蜂模样 太子妃可见过火蜂模样 谢陛下 赐火福 是 董哥 敢问有何不妥 小岳侯 陛下 听闻虎福中有磁石 可合二为一 这虎福可是统领三军 不得儿戏呀 万将军 就不检验一番吗 是真是假 亦何便知 自首 万将军 林将军 我 魯枠 魯枪 路 皇 魯枪 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月好 还有何疑惑 我能有什么疑惑 祝万将军早日凯旋呐 谢了 祝万将军早日凯旋 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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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做的虎符只是外形一样 但我不知虎符里没有此事 所以不曾放此事 为什么能合上 这样 你先回长秋宫好生歇歇 其余的事交给我 少主公 刚刚从宫里传出消息 说少女军 不 是承家娘子去了东宫 也许只是去出主意的吧 她就是这般 不会放过所有害她的人 更不会辜负所有带她好的人 为救太子与皇后 她怎可能只是出出主意 阿琪 去请霍氏虎符吧 小月侯收买孙圣盗作虎符 定是想令太子无法收场 眼下追查虎符下落上去时 唯有霍氏虎符可以移救了 少主公 这虎符 乃圣上当年赐予霍将军的 也是霍将军在世间仅存遗物了 你当真要拿去给承娘子做人情吗 我霍氏虎符 与太子殿下手中那对 出自同事 除细微花纹不同以外 可谓是一模一样 唯有这样 少上才不会露心 圣上心疼少主公 才将霍将军这对虎符 赠予少主公做私符 如送出 少主公手中便再无霍氏遗物了 果真要为承娘子交出吗 若虎符一事败露 若虎符一事败露 定会查到烧伤身上 我已经答应过她 无论她做何事 我都会护着她 而这一次 也不会例外啊 我跟你说啊 这男女之间啊 多么简单的事 无非就是喜欢了就在一起 不喜欢了就分开呗 你这整日愁东愁西的 都不像你成少上了 我就问你啊 你对那林步怡 到底是什么心思啊 你心愿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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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啊 你心愿她吗 章年子月 你心愿她有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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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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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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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观看 感看看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这个文秀君 竟然怂恿小前腕王铸臂 朕哪 是念及老前腕王的功绩 才只是罚他靖族而已 他可倒好 弄出这么多的是非出来 好啊 既然他求得一死 朕便成全他 陈丽 从戒日起 收押文秀君 隔去他的封号 刺白铃 陛下 文秀君毕竟身居内战 不懂军情厉害 但王淳 放任欺而糊涂行事 此番作为 不当在居朝中 此生 王将军 只是一时失常而已 不能治家者 何以治君 这君隐藏枕头底下 估摸着王将军都守不住 也不知道他这般糊涂 将来又能如何守住城池 守住家国 不错 德伯而未尊 至小而谋大 陷不吉矣 父皇 儿臣认为 应当从严处置王淳父子 臣已经给过王淳机会 臣已经给过王淳机会 可他一错再错 他德不配位 那就不能再做这个车企将军了 好吧 传诏 从即日起 隔去王淳父子的官位 收莫家产 点为书人 陛下 文修军肆无忌惮 王淳 又如此放任不管 依臣看来 外妻犯事 多是有人监督不利 太子 你可有话要说啊 你可不要说 你可有话要说 是 花花 这是我女的瘦炎石灯 你看看可还有什么想添呢 鱼还是觉得不妥 所谓上有所好 下必从严 将大张旗鼓操办寿炎 圣上之前的节俭之局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不行 鱼得去面见圣上 再劝劝她 千万别 这些朝圣大人也挺不容易的 要么好守穷精 才能得到圣上青睐 要么尸山血海 才能磨得一关贩之 皇后就不要去毁人前程了 你说了什么 我是说 皇后先是圣上的妻子 其次才是丞下 若你真的想劝解圣下 不如 你下回就这本说 自古夫妻 本就是一体 难有丈夫吃抗野菜 妻子却吃真凶美味的道理 陛下何时 好好地办一回自己的生成 再来大肆操持 臣妾的千秋也不迟 记住 说话的口气 一定要可怜温柔些 目光不要直视身上 不要像郑城反言直见似的 你这小小年纪 说得什么魂话呀 子慎便是被你这些 哄得服服贴贴的吧 母后 好 儿臣亲自请坊间行舞的大家 编排舞蹈 在府中练了好久呢 寿宴当日 就算有不足之处 万晴母后当作看不见 多多喝彩就是 你的孝心母后已知 可是 雨怎么听说 你在洪能郡 圈了万牧田地做庄园 是真的吗 宫外那些荒地 又干又硬的石头瘫 丢出去都没人养 儿臣圈起来 是想让人开取傲地 在容流流民开肯耕种 既能产良还能安抚民生 儿臣是想让父皇和母后 看到儿臣的能力呀 复天之下 莫非王土 开肯自有陈名 不须你操心 母后偏心灵不移就罢了 怎如今对个武将家的女娘 比对我还信任 我听说这程绍商掌管长丘宫之后 一会儿折腾田时 一会儿翻地种菜了 母后非但不怪罪 还赏钱财支持她 我想做事 母后非但不支持 还斥责我 那是绍商所备 都是有用之物 非为一己私欲浪费 余罚了 退下 是 你给她监慢慢淪 葫芝 老子也心烦 余首书一封 你与洛娘子送去永乐宫 让岳飞辟于照看一耳 是 五公主 诸位贵客 我已禀名岳飞 岳飞安排诸位 建议留宿在龙园 程少少 你可知已如金宿的宫殿 原本是我的住处啊 若五公主想在长秋宫夜宿 我也可以立行安排 不必了 到时候母后又要训斥我铺张 永乐宫我还没住过 住两晚也未尝不可 尘家不怎么受伤 受伤 有伤 成家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快 快把成家给救他吧 快啊 快 快快快还是呢 快快快去 快快快快 乖lıated 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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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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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母后不是一直夸你 有才能又贤淞 说的天上有地上无的 怎么今日带个鹿 都能带进湖里 就是 你们查在腹上的 跟个水压着似的 吴公主 再扔不下去 会出人命的 这世上哪日不死人 一条人命而明 算什么大事 这成娘子自己失福落水 我们也不失手性 无法失教啊 要不你跳下去就 还有啥 这水里是不是有蛇呀 快上来呀 快快上来呀 哎 水里真的有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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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里快跑跑 快跑跑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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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少商 你给我听着 今日我进宫 可不光是为了明日的寿宴 我便是冲你来的 今日不过是个教训 以后见了本公主最好老实些 否则 这次是没毒的蛇 下次 便说不准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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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主 他不会去告状吧 怕什么 此处又没人看见 以后我们不认识 就是 若娘子 你可瞧见什么呀 我劝你斟酌清楚再回禀 你不是要出嫁了吗 若出嫁之前闹出五逆公主之罪 夫家会如何待你 五公主 我们不曾瞧见什么 是啊 我们早早地就回去歇息了 这成娘子回去途中意外落水 被蛇养了 那也是他自己蠢不是吧 什么声音 谁 出来 来 大伙都在呢 五皇兄 这是背着五嫂嫂又与哪位工人私会呢 五皇兄还是别让人知晓自己偷偷出来过 否则 父皇没准对你更失望了 五妹 我路过 什么都没看见 我真就路过 你也没什么时候来的 这五皇子 不会将今日之事说出去吧 不过是个工人生的猎种罢了 客气才喊他一声五皇兄 我倒是觉得 他与那丑娘子还挺般配的 他都会是个工人愛的 你也没有人爱的 你也不见得到 你想eluk 你也不见得到 你也不见得到 你也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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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以前你住在曲林侯府 回哪去 我与你相见很少 本以为你住进宫里 我们总能日夜相见 却不曾向你现在日夜忙碌 现在见面 比过去还要难 今夜我 我实在是想你了 天过来寻你 你可知 现在朝中人人都羡慕我 说我即将娶一位贤惠的女娘 就连圣上都夸你 夸你聪慧能干 将长丘宫料理得井井有条 知道你在宫里过得这般好 我也就放心了 少少 圣上之所以将皇后寿宴交付于你 并非因为你是我的女娘 而是因为只有你 能将这首演扮进皇后的心坎里 过去总有人说 你顽劣冷情 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你 你这人哪 只要决定真心带一个人 那就是全心全意 掏心掏肺大王 就算自己受了委屈 也 娘娘 娘娘 你怎么了 娘娘娘 你什么 你怎么了 好了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你不能停我 你不能停一点 你再用力一点 他也太要靠不过你了 好了好了 娘娘 娘娘 发生什么事了 娘娘 发生什么事了 我就是想家了 我就是想家了 之前在府中操练 我还有许多本事我才教你 今天 便教你任人学位如何 这里 便是密门 出了密门还有呢 出了密门可还能教我些别的 日后若是有人欺负我的话 我也能有办法应对 有我在 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能为你不在 好 你想学什么 若是你站在这儿 后面有一个人 就像这样 你站在这儿 后面有人要偷袭你 突然这样推你 那我便这样应对 好 如何 有本事你只用一只手 好 有本事你一只手也别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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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 我的命就交给你了 男女好 可以告诉我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那 只要是你的事 当然